鳳瑩英明格 討論未來的星圖和視魂會是怎樣 討論星圖 沒什麼人想關心星圖 現在看看星圖 基本上在娛樂事業的八字 明星的八字 一定是靠人緣支持 人緣就看他桃花旺 他自己自助桃花 這個桃花也是我們偏印的桃花 正印是一些正統的學術 例如讀書 去大學讀書 正印的學科 偏印是非正統的學術 可以是宗教 可以是藝術 或者是一些次文化的知識 所以他曾經被人說他什麼聖學博士 這些都不是一些正統的 學術的名下 是一些非正統的學術名下 他的試運 其實都要走金水 才可以的 要大運和流年 都有金水的地 所以你看到他在2016年 是一個秉新年 是一個金的年份 令到他圓局的金金 通了金 所以有一個不錯的成就 金雖然不是一個沒有水 做一個溫度的調節 但金其實都是一些寒意 有些寒意 所以他就可以令到八字 沒有那麼燥熱 可以令他降溫 所以在2016年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他開始佔老頭過 剛剛過去的幾年 例如19、20和21 其實都是水旺的年份 舉例 例如2020年 金金 燃了出天干 2021年是新醜年 醜褻營 原局的褻土是由金的集氣符 新金透了出天干 亦營了出天干 又是他偏才 所以你會看到他2021年的工作 真的漸停 但是去到2022年 其實他就有機會走下坡 為什麼呢? 因為2022年任人年 任褻褻合了火局 還有一個貌雲 貌褻又合 令到火勢很強 他自己的心情和身體都不會太好 不過 始終他年輕 身體當然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那個八字 始終是燥熱了少少 在2022年 就會令到他 進財 因為火旺的金金就自然弱 收入會受影響 火又是他的比堅劫財 所以可以預料到同台 在他的電視台裡面 都會有一些競爭者 拿了他不少演出機會 令到他一些事業 或者賺錢的機會 就有些波折 另外財星 不論他是正常偏才 在月乾那裡 其實都以輔星看 即是他爸爸那樣看 所以在2022年 他爸爸 總是可能會有機會 令他心煩 要分心去處理他爸爸的事務 在那裡 他不絕對 他不想做 他就把他 他不想去 他最有個 他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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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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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